哇 家人们别管了 我以后就住在日本的居酒屋了 虽然我喝不来酒 但是你们都知道 现在的居酒屋为了招揽生意 菜都做得特别的认真 所以今天我们又去找了家好吃的 顺便把好几枚甜甜也叫上 又到我吃小 小姐姐吃烧鸟的日子 就是这样一家街边的小店 看样子好像还挺热闹的 我们六点就来了 害怕吃不上 店里的小姐姐真的很多 我还以为都是日本大叔呢 我们三个人把他们家 所有特色菜都点了一遍 第一个小菜我就惊了 是肉末豆腐 这个肉末的量好给力 它像我妈妈煮的 肉丸子汤的那个味道 它里面还放了一些姜末去腥 特别怀念这个味道 然后这个是店长推荐的 蛋黄酱半熟鸡蛋 它是用蛋黄酱 把一整个调味鸡蛋给包住 浓郁的蛋黄酱 加上细腻的鸡蛋鲜味 一整个大开胃的动作 它里面加了一点点的酒味 然后我们的第一个串 是一个稀少部位 是鸡的味带的外面的部分 它吃起来特别的硬 虽然第一口有点像吃鸡心 它比鸡心更脆更硬 它其实是介于鸡针 跟鸡心之间的那个口感 这个是鸡心的根 跟鸡心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因为是血管 所以很有弹性 就它不是那种脆脆的内脏感 就是上面的芥末酱太冲了 接着是一盘可爱的快乐鸡胸肉 鸡胸肉就很考验师傅的功力了 其实用筷子一夹 就能感受得出来 像鸡腿肉那样软嫩就很好 这一坨是很到位了 这个就是鸡胸肉最好的做法 然后到了我的最爱 店展馆这个菜叫麻婆青椒 里面塞满了一大坨麻婆肉泥 我感觉老板 整天都死脆了料理 它肉里面加的是豆瓣酱那种辣 日本人吃的应该会直接升天吧 赶紧上了一份温柔的菜 炭烤牛油果 中间它加了一点甜醋 我们再挤上一点柠檬 瓦一大坨 最好沾一点醋 我和田田的一致评价是 它真的很像炭烤小土豆 是不是因为牛油果熟的时候 就没有那个味了 接着是大葱鸡腿肉 但是说个题外话 这个服务员有没有很像赵又廷 真的有点像呢 说回来这个菜 鸡腿肉真的是居酒屋的基本功 还好这串肉大汁多 一定要把鸡腿肉和葱一块吃 因为葱里面的汁水其实是很多的 特别爽 好又该吃辣的了 来看看这个 它是裹满了面包屑跟海椒面炸鸡腿 掰开之后里面水分锁的还不错 那不能干杯就干个腿吧 我觉得这个味道川妹子应该会很喜欢 它这个味道调的像六婆海椒面 接着是一盘鸡中吃黑胡椒口味的 外边其实看不出来什么 这种肉多的东西还要拆开看里边 看到这个油肉分离的瞬间了 好爽呀 好肥呀这个 特别的好吃这个 筋了 这就是一盘特别饱满的鸡肝 这个头部为什么这么大 应该很过瘾 里面果然还是深的 像棉花一样 挤在了你的嘴巴里面 它那个皮就跟我的脸皮一样包 非常满足的一顿饭 我感觉接下来可以天天吃居酒屋了 阿基推荐指数9分 我为了不向居酒屋邪恶势力低头 今天只好在街上随意挑选一家幸运店铺了 又到我吃居酒屋的认词 然后我在路上看到这家店 这太像了对 我自己出来证明哈 这次真的是居酒屋限动的时候 他们家就是我走闻口过的闻得到菜香 今天我们就来吃吃看啊 鉴于上次我们点的菜实在是有点多了 这次我们就只要一点点的菜 看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真的就只有一点点 第一个小菜是这个 暖胃小菜豚汁 就是深夜食堂美籍开头老板咕噜咕噜煮的煮的那个汤 一碗下都味就暖和了 感觉又可以吃很多东西了 第二个菜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豆腐炖牛筋 这两种食材的口感差距特别大 搭配在一块还是第一次看到 牛筋已经炖到软烂 但是口感还是保持着嫩滑 和豆腐一起再加上一点调味剂 瞬间觉得这个味道更上头了 而且一定要和豆腐一块吃 它豆腐上面淋到汁都是那个牛筋的味道 真的好软 第三个菜是咸汁是脆三角 外表酥脆里面还裹着馅 一口下去 香甜的汁是在嘴巴里变成浓郁的奶香 此刻我只想说一句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那不过它也有个小问题 这个吃多了觉得腻 这个菜乍一眼还看不出来是什么 它是嚼起来同样嘎吱嘎吱的菜 就叫它迷之春卷吧 外面是酥脆的一层火腿肉 里面包裹着各种食权和芝士 这三样混搭在一块还是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的 其实还意外的挺搭 然后就是这个巨大的蘑菇 它叫锤蓉 你们看它长得是不是很像香菇 没说它就是香菇 又来吃大蘑菇了 它这个香菇粗壮均匀 撕开之后里面还有点像鸡肉 它在嘴巴里面嚼起来都是满足 终于又到了他们家的招牌 这个菜叫神明鸡腿肉 只是闻到端上来这个香味 我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 搭配一点洋葱一起下嘴 还是鸡肉好吃 好嫩滑呀 这个腿子 而且越吃越有味 爽口的洋葱飞上鸡肉的油脂 我真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还想再来一份 这个比笋纸原味已经好吃太多了 它这个外皮炸得又酥又脆 里面裹的母粒不是很大 但是还好比较多汁 它一定要压过外面那个炸皮的油腻 你要享受咬下去之后 努力的汁液从香酥的面皮里面流出来的感觉 味蕾瞬间被母粒占领 但是我还是推荐一点酱料 毕竟是炸物 这个是沙拉酱质感的洋葱酱 然后柚子汁 满足的幸福感分分钟都要涌出来 它这个酱像洋葱甜奶油 比柠檬跟柚子要配一些 然后我因为好奇点了一份四川口水鸡 本来我以为是家乡口味 等我瞬间发现还被嫩了 醋的味道太重了 一点红油的味道都没有 最后一个菜比较恶心 我都不知道你们吃过没 安康鱼的肝 这个鱼的名字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 但它长得肯定不陌生 就是那个长得丑 行动缓慢的发光深海鱼 但是鱼不可冒相 谁也不知道什么鱼就好吃了 而且这个菜的味道特别的大 安康鱼的肝在日料中其实还蛮常见的 还有人称它为海中的鹅肝 但我劝你们 这个菜最好是小口小口地吃 原因是它有很多的油 鱼干油就这么来的 最后再来一份蛋黄卤肉饭 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我好沉哦 我真的再也吃不下了 这次点的一点点菜吃得还是很开心啊 阿基推荐指数 8点5分 卡玩意儿 上一次的满分寿司一时没把它讲完 因为家店的大象实在是太耿直了 但上一次其实我们只讲那些无实包金的东西 今天是正儿马俊的吃黑寿司 我发现我废话真的好多 在说完的那碗很美味的黑色关东煮之后 大家就开始给你做下一个寿司了 看那个肉的画面应该是欧托罗 你们看这个手法 看得我很爽 但好像又有很多人在问我 乌托罗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就是经常于肚子上靠近脸的那块肉 因为太肥了 所以就叫大鱼男 会加一点阴心的味道 我发现这种很肥的鱼肉 就和那个黑米的醋酸很配 接着这个是筋木雕兽司 这个鱼胶原蛋白特别丰富 所以你嚼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嚼猪皮 但它的皮下脂肪还是很鲜美的 上面是加了一点柠檬皮的碎末 所以吃起来挺爽口 然后是这个 哇我超喜欢这个 烤北鸡胃 然后这个鱼是芝麻钓鱼 其实就是那种没什么味的钓鱼 很清淡的口感 但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芥末 吃完整个人都很精神 大家根本不会让你停下来的 这是涂了一层赵烧酱的血子 哎 鲁鱼的近亲 但是口感更弹 因为是草本里面提取出来的糖分 所以还有淡淡的草香 接着看着这要卷起来了 它这个真的是卷了一大坨金枪鱼肉末 最后点缀一些酱油 这种手卷的饱腹感特别的强 海苔的咸甜味又很衬托金枪鱼的肥美 大家看我们吃得很开心啊 还拿出了店里的极品海胆 这么大一坨 我手里拿着这个好像都不止一个海胆 而且它特别的香甜 卷完海胆我们就该卷鱼子了 三文鱼鱼子的特点就是汁很多 每一颗都很饱满 反正就是会在你的嘴巴里劈里啪啦的 又是解压心方式 我们好像把大酱吃高兴了 大酱现在把它的各种存货都搬上来了 大家说这个菜没有那么硬 它是黄瓜加酒糟 它其实长得更像一个前菜 吃起来的味道很像那个木糖醇 大大泡泡糖的味道 然后是青花鱼寿司 腥味特别重的一种鱼 但有人也觉得那个味道很香 比如我 对了梅子酱和它味道也很配 最后一个寿司是雪鱼子寿司 这个东西真的很贵 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味道有多好 它特别的咸 但是吃完之后嘴巴里会有种回甘 我们还是直接吃甜品吧 这个是一小杯米酒 还是很浓的那种半口闷了 这个甜品我很喜欢 应该是某种红豆寒天 吃进去都是软糯的微甜 还是想跨一下这家店对甜的把控 精准又温柔 最后一个甜品是蛋卷 加了活性蛋之后觉得黑色的 里面的油水还很丰富 最后的最后还给我们展示一下 他们家引以为豪的这个黑色炭 虽然喝起来并没什么味道 但这一次的炭店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这是他们家的会员名单 有没有看到几个熟悉的明星 好啦阿姬推荐指数十分特满足 今天这个真的太顶了 什么人才会点这么硬的汉堡 我估计它一口的热量 可能都比XXXX一整个汉堡的热量都要高吧 好多代表我是阿姬 我今天找到的家热量超级爆炸的汉堡店 吃汉堡就是要爆炸呀 还有我这个口罩的成人版的 不是儿童版的 进店先量一下体温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 普通的汉堡也有很多种 但我们看出去像普通人吗 明明都26岁了还被别人说戴儿童口罩 这有这么胖吗 左边这种就是正常汉堡 右边这种就是我们这种瘦子要点的 而且都这么大了 你还可以往里面加东西 我们又加了一层芝士和猪肉 店长还问我们吃不吃得下 我想说不是为了拍视频 谁会点这个东西啊 死鬼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样子 这个吃下去我不胖 30斤谁胖 虽然但是还是很期待它的味道 胖就胖吧 从下至上 两层盒牛 一层芝士 一层猪肉 一层蘑果 然后一个煎蛋再加上两个鹅干 我现在一口可能咬不下去 你吃这个还必须得把它压扁 不然你的下巴很容易脱臼 我已经用了全力去咬了 但第一口只要了它暴露在外面的那些肉 就这家店你们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来 因为这个吃相真的是太难看了 而且介于它的肉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决定还是扒一点下 这个就是和牛汉堡肉的样子 里边微微泛红 油水特别的多 咬一口下去它就不停的流 特别是吃到最后 那个和牛加鹅干的油 在嘴巴里都变成了奶油味 然后我们又点了个正常的 这个就正常多了 我发现ShakeShake真的不是汉堡里面的天花板 对了 这种严肃鱼排真的很好吃 炸过之后 肉里面的油水像浓汤一样 再蘸一点蛋黄酱 不比和牛好吃吗 今天这顿是真的好胖 阿基推荐指数 8点5分 我和勇可能一辈子都不想再吃汉堡 卡玩耀